HELLO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I am RENI 来到了星座语录第二集 今天金流座本小姐要来公开 与射手座谈恋爱的五大一支 其实我的另外一半就是射手座 也那么的巧 是没有很多人 他们的另外一半也是射手座 所以今天这一集的内容 应该可以说是我还有身边 这些和射手座恋爱的 受爱者的大公开 就我觉得 不管是谈恋爱还是已经步入婚姻了 我们都要了解彼此的 就是地雷 还有他们的底线 所以今天这一集 希望大家可以受惠哦 射手座给大家的印象就是 花心不喜欢 废数不爱自由 大家必须知道 射手座在恋爱的时候的小习惯太多哦 射手座算是蛮能言善道了 他们知道和怎样的人 应该讲怎样的话 所以给人家感觉他们就是交际花 不算是那种口花花类型 可是异性缘很好 很多异性会喜欢他们这类的 而且我觉得射手座男生很博爱 就是他们蛮会照顾别人 而且是对大家都很好 不只是对情人哦 就是对朋友 对同事 所有人都很好 而且是无目的的好 就有时候你们觉得 他对大家好像都太意识同仁了 好像我这女友和其他人 没有什么差别这样 不过这就是他们天性啦 最多就是可能你们出门的时候 和他朋友在一起的时候 他就会开始展现 他这个博爱的精神 也可能是这样 间接性让人家觉得他很花心 有这个花心的封号 而且你们真的觉得 射手座很花心呗 我自己是觉得还好 射手座其实还蛮专一的 跟射手座在一起过后 你才会发现 原来只要射手座认定了 他们认真了 一定会完全的付出 而且在爱情里面 如果发生了一些问题 争吵的问题 他们都会当成是一个考验 不会选择分开 反而是解决问题 处理好问题 一步一脚硬的走下去 十二星座里面 最爱自由的星座 就是射手座 没有之一 和这样爱自由的射手座 在一起的我们 常常心里都有这些OS 怎么这个人 这样子很琢磨呢 我真的不懂这个人 到底在想什么 为什么他今天 又没有主动找我 为什么他可以一整天 没有WhatsApp我的 为什么他对我这样冷漠 就会很容易 让我们缺乏安全感 可是他可以忽然间 随时又很热情的对你 完全就是跟着他的KID走的 可是如果我们太黏他的爸 他又会不开心 因为觉得被束缚 没有自由 他们很讲究 me time 如果今天你告诉他 你这个不会做 你那个不会做 他们会马上爆炸 对他们来讲 他们天性就是 热爱自由 不被束缚 就算你是他另外一半 你也办不到这件事 真心的觉得和射手说 在一起的另外一半 真的不容易 心脏要很强大 而且还要会拿捏 和他们保持的距离 不过我还是觉得 蛮有趣的 因为从中 其实我也学会了 如何善待自己 学会自己用自己的me time 享受人生 射手男生其实很有想法 他们不会水波逐流 而且当他们知道自己的想法 和大众不一样的时候 他们会有一点点的骄傲 觉得自己有神一般的头脑 这个时候 身为另一半的你 如果你劝他 要和其他大众一样 有这样的想法的话 他们会不开心 会生气 会觉得你这么不认可他 是不是不想他成功这样 所以最好的方式 身为另外一半的你 最好把他们当神一样来崇拜 不过你们也要适可而知 看好拿捏得好 要不然他们真的会自以为是 是不是想找个会耍浪漫的男朋友 那千万不要找射手座 射手座完全就不是一个 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 他们不懂得如何主动耍浪漫 可是如果你要求他们要浪漫 他们还是会配合的 只是这样就缺乏了那种惊喜的成分 射手座的人 他们善于就是用行动来表达他们的爱 他们不会送花耍浪漫 可是他们会主动带你去好玩的地方 带你去你没有去过的地方 冒险 享受享受 可是言语上的甜蜜 真的不可以去期待 我本身也没有期待过 会有什么甜言蜜发生在我身上 不过这样还蛮踏实的 至少他不是个口花花的男人 每一段感情都有吵架这个成分 和射手座男生吵架的话 你们必须做好心理准备 射手座的人 他们一吵架起来 他们头脑其实是直接空白 他们不善于言华表达很直接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会毒舌乱放箭 想讲什么就讲什么 然后吵完了过后呢 他可以去客厅放空坐在沙发看电视 或者选择就直接睡一觉 隔天起来很happy的跟你说 走我们去吃饭 OMG what's going on? 我们昨天不是才吵架吗? 你现在在做什么? 这期就很活大 可是久了过后其实也没有怎样啦 就这样咯 其实对射手座男生来说 感情里面多多少少都会有吵架斗嘴的时候 对我来讲都是小事一桩 他们也不会放在心上 就觉得不值得再提了 所以他们可以很relax 说完了这五点 我希望射手座男友 可以对你们的另外一半 囤多一点 爱他们多一点 包括我 相爱容易相处男 不管你是什么星座 大家都应该学会磨合 互相包容 这样感情才会长久哦 那影片分享就到这里了哦 喜欢我影片的朋友可以记得 订阅我的频道 继续追踪我哦 我们下个影片见啦 拜拜